运用展示和解说,向大众推广绿色农业的生产概念 绿色保育标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务局与磁兴有机农业发展基金会合作设置 用意在鼓励田区有珍稀生物栖息的农友 采取不用化学肥料、农药及相关积极性的友善措施 以维护珍稀生物的生态与栖地 生产过程经由磁兴的监督验证后 农产品便可获得绿色保育标章 慈性基金会的创办人上日下场老和尚 在十几年前就是看到我们的环境受到很多农药的问题的影响 不管是我们吃的食物受到影响 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水源也都受到影响 所以他就鼓励我们种植有机农药事业这方面的推广 那十多年来我们除了推动有机以外 现在也渐渐的在这种所谓的生态农业生态保育方面去努力了 那五年前就是我们看到官田地区农民用了有毒的稻谷去撒播 之后呢就死掉了88只的水质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发展了这个绿色保育的标章 只要农民愿意用无农药的栽培方式呢 我们就合发给他标章 那今天是一个成果发表 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标章的背后的意义 大家一起来支持 我会走上这一条路真的就是因为我参加了 有教育部和那个福智文教基金会举办的 全国教师生命成长营 那里头真的我就是被那个阿石伯仲莲花那个 然后给感动了 所以我觉得我就很喜欢我就一头就栽进去 那我的老师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一定要很去善待这个所有的友情众生 所有的动物也其实就跟我们其实是万物是平等的 那这个理念就跟这个绿宝的精神是非常非常的契合的 我其实只是要给一个动物一个家 因为我们跟动物是一样的 我们希望一个安全一个温暖一个可以觅食 一个无忧无虑的家 那我们做绿宝的我觉得就是这个精神 绿宝标章代表该农业生产区存有保育类动物 其农作过程需顺应自然 禁止使用任何有害耕作的方式 让农作物与自然生态共存共生 以确保绿宝农产品的安全健康 更连结农友们保育生态及爱护环境的永续理念 法纪新闻来龙学永台北采访报道